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女人为此报仇,锒铛入狱,没想到出狱后竟发现儿子并非死于意外,而是被卷入了一场阴谋,更加让人震惊地甩,她的丈夫明明掌握了凶手作恶的资料,却选择米而不报。 单绿母亲去世前已经知道了秀贤儿在死去了真相,因此当年她一再告诫单绿,不要怨恨秀贤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得知秀贤因为撞死丈夫被判入狱,单绿母亲拨通金议员的电话,威胁对方阻止秀贤入狱,否则自己不会善罢甘休,没想到刚说完就发生了车祸。 单绿在警局撕扯肇事司机,要求对方承担车祸罪责,金议员安慰暴怒的单绿,答应一定会帮她讨回公道,单绿信以为真,可几天后肇事司机却被无罪释放,单绿冲到肇事者的家门口讨要说法,金议员再次拦住了她,声称自己听到判决结果后跟法官大吵一架,痛恨国家法律不完善。 躲在房间内的赵氏司机夫妇大气不赶出,只因善绿母亲的车祸并非意外,而是金议员的阴谋,金议员承诺只要制造这场车祸,就会帮他们的孩子进行手术。 可事与愿违,当秀贤顺藤摸瓜找到赵氏司机的妻子时,女人已经落魄到在街头摆摊为生,金议员没能兑现承诺,女人的孩子和丈夫先后离开了人世。 贤秀通过女人的话猜出,善绿早就知道母亲车祸的真相,她猜不透为何善绿选择暂时不切穿金议员。 秀贤试图揭开重重迷雾,殊不知金议员也从秘书手里拿到了她和善绿见面的照片,金议员根本不在乎两人联手对付自己,甚至有些幸灾乐祸。 秀贤在调查善绿母亲的车祸案中,无一间发现当年参与撞死儿子案件的律师和法官等人都更换了工作岗位,秀贤感觉其中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回想自己进监狱时,秀昊曾承诺一定会为儿子和他讨回公道,但最后秀昊却选择出国进修。 上次回家时,他曾瞥见秀昊慌张地将一个盒子藏起,他怀疑秀昊一定知道内情,却因为某种原因放弃了追查。 秀贤找到被秀昊藏起来的盒子,里面竟全是金议员的关系网以及当年案件的追查资料。 他质问丈夫是否是金议员从中帮忙,让肇事的善略附近无罪释放。 如果是这样,秀昊为何不追查到底,替儿子讨回公道? 秀昊解释自己势单力薄,无法跟金议员抗衡。 秀贤不想听丈夫的辩解,决心靠自己的力量追查到底。 秀贤等候,秀昊主动找到金议员,要求加入金议员的阵营,他会为金议员的选举造势。 金议员有些怀疑突然倒戈的秀昊,但表面上他还是乐意跟秀昊达成合作。 秀昊力排众议主动在节目上为金议员拉选票,退休警员愤怒着秀昊投靠金议员, 破了秀昊一身面粉,秀昊去洗手间清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神情复杂。 秀昊调整好情绪后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他利用掌握的资料策反金议员的盟友, 当初他一手促成盟友跟金议员合作,现在他要联合盟友们跟自己一起拉金议员下台。 而他手握众人黑料,又播放了金议员企图当上总统后,一脚踹开这些人的录音。 众人知道金议员心狠手辣,又迫于善律手里的证据,只能答应跟善律合作。 秀昊分析所有收集到的资料,发现不管是被收买的律师还是女邻居洗钱, 善律妈的车祸统统都围绕着金议员一个人。 他找到善律,请他想想母亲临终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信息, 善律回想想真告诉她的话,母亲迷流之际说了一句平板电脑, 但他翻遍了家里所有地方,并未发现平板,而且母亲生前也从未使用过平板。 回家路上,秀显看到女邻居正在搬家,看着小男孩的自行车被装上货车, 他忽然想起儿子出生那天,小男孩正在家门口骑车,而女邻居在给孩子录视频, 这让他意识到女邻居很可能拍下了儿子跑出家门的情形。 他立刻出去找女邻居,不想女邻居已经等在门口。 女邻居告诉他,儿子跑出家门时,手里拿着平板电脑。 秀显猜测儿子手里的平板电脑可能藏着重要东西, 他一边翻找,一边打电话询问秀昊有没有见过平板。 秀昊还没来得及多说,秀显想到了善律妈提到的平板, 于是挂断电话,火速去找善律。 秀显的电话让秀显心神不宁,他不顾节目即将开始录制, 跑回家找秀显,却只在家里看到了秀显忘带的手机。 秀显正火气火了的去找善律,妹妹突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她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餐馆,本以为会受到母亲的责骂。 出乎意料的,母亲像以前那样和蔼可亲,还给她准备了小菜。 妹妹感到一阵诧异,妈妈自顾自说着,今天是秀显的生日,秀显去参加学会了, 她要给独自在家的秀昊父子送小菜。 妹妹这才发现,妈妈记忆错乱,只记得多年前发生的事, 她跑到门口给秀显打电话,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等妹妹返回餐馆时,母亲已经不见了踪影。 秀显不知道母亲这边发生的状况,她来到善律家, 猜测善律妈听到的平板电脑是自己儿子的物品。 在秀显到来之前,善律反复思索了妈妈出车祸前跟她说的话, 那时妈妈曾郑重地把项链交给她保管, 她当着秀显的面打开项链,果然发现里面藏着一张内存卡, 两人把内存卡插在电脑上,里面的内容是一张当铺的照片和平板电脑的点当票。 两人前往当铺,路上善律发现金议员的秘书正在跟踪二人, 他用摩托车拦截对方,给秀显争取时间。 秀显来到当铺,顺利拿到了儿子的平板电脑, 回家后他打开里面的相册,看着儿子成长的点滴,忍不住泪如雨下。 秀显翻到儿子为自己唱生日歌的视频, 中途视频画面中断,录音却还在继续, 他听到儿子似乎为了追狗狗跑出了家门, 片刻后儿子被撞,但录音传来的声音就让他心惊胆战。 成功甩开秘书的善律来到了秀显家, 同样听到了平板电脑里的录音, 除了孩子正在哭喊妈妈,还有两个男人的对话, 从对话中不难听出撞伤孩子的不是善律父亲, 而是金议员。 金议员想到的不是送孩子去医院, 他马上就要进驻青瓦台, 不能让任何人拖住他的脚步, 与其让一只虫子成为他的污点, 不如干脆踩死那只虫子。 本集结束,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